早上8点46 起床了 还有29个电 没电了 去充一下电 今天可能出发晚一点 把电充足再说 我穿鞋 不滴地冲 三十多小时 快 两个小时吧 两个小时估计就冲完了 我这设计就冲了 唱的霜都还没花来 刚出来没多会儿太阳 没事晒吧 晒一会儿就行了 过来吧 这些这几天的炊具 不让瓢盆 趁着油水 全部把它刷出来 等会再烧点热水 这东哥的装备都试试完了 他今天下午的话 去日卡泽 因为他的车幅条 断了四根 不能再骑了 要去日卡泽去修车 正好捡捡装备 我呢 今天就在休息一天吧 刚才吃饭的时候蹲着 然后一起来的时候腿疼 从那边刷完 刚才我都拿着椅子去了 蹲不下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会儿有点发木 今天休息一天不走了 等看明天是不是会好一点 好一点的话 然后我再出发 就原地不动了 这边住着也方便一点 感觉好像是膝盖受伤了 东哥请家当 我又花了了一大堆 今天下午这个白菜我炒了 东哥不带了 然后拿了一罐气 我到拉山啥都有了 到那个日卡泽了 嗯 七罐好七罐都有 你该减减重了确实 太多了 这么多东西都把车服条压坏了 你还带着干吗 还带墨石 这就是我这刀 说顿顿顿不顿 这里半斤多 一斤 还给的能不能拔舍它 这 还能呢这舍它 好好的墨石别弄坏了 带了块墨石 就是陈的 就是陈的 今天这些东西 减负吗 减负吧 减负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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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不要这个 你千万别给我 我不要 啊 这 我就是这块就可以了 其实一小块就行 大的还重 嗯 是不是啊 嗯 我都用锅边抹 我从来不用抹石 这个东西你带着 这砖头你带着重 人才 哎呀 行了 行了行了 两粹就够 哎呀 这大瓶好吃 不是 我那还有 大瓶好吃 嗯 又弄了个炒勺 哈哈 哈哈 这个炒勺是 那河南拼顶山那小哥的 那这里了 嗯 行了 我用吧 哈哈 买醋买一桶 哈哈 一袋袋半年 你看 呵呵 这东西 说你省我好 哎呀 弄个小瓶到里面多好 这是刚 这不是刚吃 能放的 还省空间 你看 在超市里买就行 不用在网上专门去买瓶醋 哎呀 大桶也不要了 呵呵 全部换新的 这些小瓶 我们全给它换下来了 站的空间太大了 用些小的 扔垃圾桶里面 东哥东西都已经收拾完了 就是我自己了 去日后还是路上注意安全 没事 还有发过那山 这几乎都没事了 我就往那个走那个港摩拉山 那个港人波齐那边 嗯 有个牙口哈 对 有牙口那也都平很平坦 那牙口啊 嗯 换坡和这个 换的 比这个墙 那比这个墙太多了 啊 我行的那家有5200多米的那个 那个都是换的 是吗 嗯 哪有妥的 没有攀山 没有攀山啊 对 就和上那个什么那个大坝去的 那个 街山大坝 是吧 东大山你知道吗 啊 就斜坡上去的 没有攀山路 没有攀山路 对 那个街山大坝也没有 嗯 街山大坝你进不进了 它就缓上去的 都是缓上 是不是啊 对 把门开一下 出发了 外边 外边 哦 走了啊 大坝 行 做安全啊 好 嗯 东哥出发了 200块钱租了个车子 然后把他的车什么全部都拉到日卡子 要去修车 他老过来偷我的米 我这服了 老过来偷我的米 今天过来三次了 还挺舒服的 主要是不热不冷这个季节 这随时 西藏的秋季 正在落叶 满地都是树叶 还把4100在这里过冬 我感觉都挺舒服的 这个充满了 早就充满了 我一次没过来拿 今天晚上还能用 我这个腿疼还是不行啊 我这一蹲就疼 坐着没事 哇 这是什么原因 难不是还要去医院查一下吗 哇 走路没事 睡袋晒了一天暖暖的 今天晚上舒服了 我得去买点买点菜 东哥有给我的那颗白菜 今天晚上把它吃掉 白菜炖一锅 没有肉 我去买点肉吧 还给我了好几锅7罐 7罐今天晚上能用的全用它 晚上的时候正好烧点水 天气开始降温了 把这个垃圾丢了 然后去买菜 买点肉 应该都是冻肉啊 拿了一包纸巾 割了9块钱的肉 这是最小的一块儿了 买了一包纸巾 这些都太大了 都割不了 这还是掰开的 明天早上的时候出发 没得补给 然后吃点早餐 这边早餐店也有 嗯 正好能切一对 这边一样 这边有个杂 得拉下杂 要不然不上水 OK 就这边就这一下 这肉 这肉 跟冲冲块儿一样 切也切不了 我看得用热水化一下 先放这里 不知道什么会不会化 怎么会再说 鞋子 等它画,我看是够呛的,就这样直接切吧 我这个刀也快 切肉片了 刚刚我又扒了出来两瓣蒜 小桶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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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椒也放进去 有点大酱炒入 水叶子都进去了 温热真香啊 来点味精 吃饭了 猪肉炖白菜 今天晚上的 冻一锅 蒸了一锅米饭 不知道能吃上不进来晚上 吃不上又留着棉子 棉子又省了出去吃了 哇 冻不着米饭 看了吃不上 吃到了 当然了 看看 吃了也有少就完了 这个猪肉炖白菜 泡大米饭是最香的 我老喜欢这样吃了 今天晚上这个猪肉炖白菜 饿得相当可以 一顿吃 吃饱喝走了 还有一点点米留着明亚当上吃 哇 今天晚上太好吃了 还剩了这么多菜 明天晚上可以把米饭 放到这个锅里 然后炒一下 今天晚上米饭就不动了 那里面还有两杯水吧 应该够今天晚上喝了 明天早上起来以后再烧吧 这个腿还是有一点疼 疼就疼吧 就这一只 这只的话没事 休息一晚上看一下 估计应该是扭着了 扭膝盖吧 就蹲着 然后围起的时候 嗯 可能是蹲时间长了 造成的 9点了 今天要早点休息 明天的话 要是舒服的话 就正常出发 前往港嘎镇找一家 明天见